人生的第一次,总有着特殊的含义,政治家的第一次,有时更传递出丰富的信息。 刚刚在一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之后,普京第一次出访,会去哪个国家?答案应该要来了,很可能就是中国,考虑到形成还可能存在一些变数,或许普京会顺访其他国家。 但应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,普京第一个出访的大国,必定是中国,第一次奉献给中国,也正说明当前中俄关系的特殊性。 中俄不是盟友,也早已不是同志家兄弟,但在当前激烈的国际斗争中,中俄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一致,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。 按照克里姆林公透露的信息,普京这次来华,一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,二是参加青岛上和组织峰会。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,将第一次乘坐中国高铁,感受中国的高铁速度。 这一系列的外事活动,传递的信息也是意味深长的。 第一,当选后,中国是普京第一个访问的大国,凸显了中俄准盟友的关系,名分不是最重要的,实际行动更说明一切,中俄关系风风雨雨那么多年,但现在正渐入佳境,从某种程度上,还真的感谢美国。 第二,中俄合作将全方位开展,以前,按照一些媒体的分析,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多少有些顾虑,毕竟沿线很多地方,曾经是俄罗斯势力范围,但最新的进展,则是中国与俄罗斯牵头的欧亚经济联盟,正式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,合作替代了格、和,这也将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 第三,俄罗斯期待搭上中国便车,普京第一次乘坐中国高铁,也是实地感受一下中国高铁的先进性,俄罗斯正在建设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,莫斯科到喀山高铁,就有中国的参与,未来这条高铁,将从莫斯科延伸到北京,高铁合作,前景广阔,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世界岛的概念,这个概念的创始人, 是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,他提出,欧亚大陆以及与之相连的非洲,实际是一个世界岛,当世界岛被铁路网覆盖时,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,将主宰这块广袤的土地。 有人总结说,麦金德的思想,其实可归纳为三句名言,第一句,谁统治了东欧,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,第二句,谁统治了大陆腹地,谁就统治了世界岛,第三句,谁统治了世界岛,谁就统治了世界。 麦金德的观点,难以脱离哪个时代的局限性,但高铁的出现,确实正让欧亚大陆联系得更紧密,世界岛比以往更像一个岛,并将对世界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。 所以,我们看到,中国领导人见面次数最多的国际政要,就是普京,普京访问次数最多的邻国,就是中国,而且,普京也要到中国来坐高铁了,普京,中国欢迎你。